之前的《学习中文》系列报导当中我们有提过 学习中文不应该是当作是一门 只用作沟通的语文来学习 因为中文是一种文化语言 它承载远远流畅的中华文化价值观 让我们可以从先人的智慧当中学习 如何安身立命面对人生 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大马级旅台商人潘建成 来分享中文教育对他一生的影响 被称为Pandrive随身碟之父的潘建成 他奋斗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 他来自雪州渔米之乡试耕庄 小时候家里很贫困 每一天早上六点多就得起身 跟着他的父亲夏天干活 在八升兵华读中念完六年中学之后 潘建成到了台湾办公办读 完成大学学业 毕业之后就留在台湾创业 最后一手创办了群联电子 当年的潘建成就只有33岁 所以就被台湾媒体称为是 最年轻的股王总经理 那么在他的领导之下 群联团队制造出全球第一支随身碟Pandrive 潘建成也因此被称为是Pandrive之父了 回起这段白手创业之路 潘建成说他一路上磕磕绊绊 挑战重重 但庆幸自己曾经接受过中文教育 潜移默化的中华文化精神以及价值观 让他在事业的路上即使风风雨雨 都秉持坚韧不拔知恩图报的信念 他在接受八点最后报的访问时 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他说当年他领导的群联电子 曾经因为官司 所有的现金都被法院扣住 没有办法周转 公司面对生死存亡 那么那一刻呢 他独身飞到日本找东芝企业Toshiba 以诚恳的态度说服了对方 在投资四百万美元 让群联电子能够渡过难关 那群联在创业初期呢 Toshiba曾经多次出手相挺 那么后来在2007年底 Toshiba生产的快闪记忆体供给过剩 这一回就轮到Toshiba 向群联电子求援了 当时的情况是 如果力挺Toshiba的话 那群联电子必定是损失惨重 那么群联是帮还是不帮呢 最后潘建成做出了 支持Toshiba的决定 他说 要是从立字挂帅的 西方管理哲学来看的话 这样的决定呢 根本是不可取的 怎么可能舍弃利益 亏本做生意呢 但他说 中文教育 让他懂得了那一句 饮水思源的教诲 让他毫无悬念 就做了这样的决定 是的 投之以逃 报之以礼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闲环节草 恩 以恩报德 等古人的教育 这一些是感恩的名言 甚至是警句 一直都是中华文化 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 如果是功利主义 担心考不到A等 妨碍了升学 而忽略了中文教育 所传授的价值 那么我们学习中文 跟学习其他的沟通语文 又有什么分别呢 在以前在兵华念书的时候 被教育的所谓秦永信中 所谓的饮水思源 所谓的离异连耻 那在公司成立这20年以来 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 不同的挑战 跟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民族 做生意的时候 往往其实我们 我自己也会很挣扎 到底离异连耻是对还是不对 到底秦永信中是对还是不对 离异连耻 秦永信中 饮水思源 不忘初心 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及传统价值观 在现代日常的生活中 到底还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用处呢 潘建成争扎过 思考过 最终他认为 时间已经给了自己答案 慢慢经过时间的证明 还是觉得很多事情 你不该那个根本 我们做人如果我们讲道理 我们讲道义 反而生意更容易的可以长期的耕耘下去 商场如战场 潘建成遇过不少挫折和挑战 而在创业初期 多次出手相助的日本公司 凯霞诸事会社 改名前为前日本东芝 Toshiba是群联的其中一个贵人 投掷一桃 保持一礼 后来在凯霞面临困难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价值观 让潘建成决定力挺到底 过去20年里面常常很挣扎 就是别人帮过我们忙 我现在就帮了这个忙 我们会赔很多钱 我们会受伤很重 理智上是不要做这个事 如果接受所谓西方的管理的策略 他更叫你不该做这个事 可是呢 因为接受中文教育 看了大量中国以前的历史 好像饮水思源 这个我们要讲道义要回馈 潘建成指出 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价值观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判断与解定 那你说这个跟我说过去教育的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是潜意识里面遗留下来的 这种内涵影响是很深的 很难用很短很表面地来形容 收访时 潘建成多次强调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传统价值观 让他获益匪浅 对于很多家长和学生认为 孩子学习华文 只要会听会写会读会看就可以了 上了中学就不需要再继续修读 更不用学习难懂的文言文和古诗词 那潘建成表示 学习文言文是一个训练过程 就像是练功时 要从最基本的蹲马步开始练起 唯有打好根基 才能有效吸收中华文化精彩 那我这么说吧 我是念电子电极的 我大一要念微积分 要念物理 我老实说 念来怎么用 我现在做的东西 物理微积分 请问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用 那大一是不是就不要念微积分 不要念物理 念微积分念物理 那是个过程 那是个训练 在打个比方 念功夫要蹲马步 蹲马步就可以杀人吗 就可以打架吗 不会啊 蹲马步是基本功嘛 对不对 所以中文里面 你念那些文言 文念诗词 那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很多家长有这样的观念 认为念完华小 觉得会听 会看 会写 会讲 会一般的中文沟通 那就够了 升上中学之后呢 就不用再继续修读中文 更不需要学习文言文 甚至是古诗词 但是潘建成认为 这就好像是在 学功夫的时候呢 你只学会了最简单的招数 没有打稳根基 只能够使出花拳秀腿 做一些花俏的动作 是一样的 是这么的做法呢 是没有办法通过中华文化 让你去看到更深远的格局 以及人生的高度 那么他就以自身的经历 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家长 都应该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很多人可能看不到 学习中文在短期之内 可以有什么帮助 所以就选择放弃了 但是呢 认真修读中文 其实对人生来说 甚至对未来来说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潘建成就希望 以他过去的生活经验 能够提醒学生 深入修读中文 是一项很值得的人生投资呢 靠今万一 Mount 一项 这一项 我就这么抓得到 Cleve 在留聖学生